好,现在我们开始来介绍第六章演示文稿的使用 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PowerPoint的基本操作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界面 这里我们主要是以PowerPoint2003和2010两个版本分别做一下说明 然后交代一下关于新建演示文稿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版式的设置 然后有一个关于幻灯片的删除和添加 在这里头大家需要注意快捷键的使用 那么下面一小节就是在PowerPoint的使用过程中 我们要对文档进行的一些编辑制作 主要涉及到编排格式设定动画的设置 以及最后幻灯片的放映 那么在PowerPoint的这一章中 考试的时候可能会考到相关的 像动画设置以及一些简单的操作 那么比方说我们刚才强调过的快捷键的使用 大家要在平常使用的过程中多注意总结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 关于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PowerPoint是一款非常优秀的 用来进行幻灯片多媒体展示的这样一个软件 那么在幻灯片PowerPoint中 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的媒体元素 你像文字 图片 表格 组织结构图 这些都是一些文字图片类的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增加相应的一些声音 视频文件以突出你的展演的效果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 PowerPoint编辑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以文件的方式保存在文件上 那么通过配合我们的投影仪 直接在大屏幕上进行播放 那么制作的演示文考 默认的文件扩展名是PPT 这个是在2003包括以下版本 制作文件的默认扩展名 那么在07-2010以上版本 它的文件扩展名就变成了PPTX 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软件的一些界面 那么在2010中 它在顶层是一些选项卡 不同的选项卡可以完成 相应的一些编辑和设置的一些功能 那么常用的选项卡 包括我们在这个开始 主要是对于文件进行一些新建 打开等等的这些相关的设置 以及整个Pump Hunt 整体参数的一些设置 那么接下来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在这个开始选项卡里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对呢 这个幻灯片板式进行设置 这里头呢 相应的一些功能复制粘贴 那么我们平常呢 为了操作方便 可能呢主要会以 这个相应的快捷键 快捷键 Ctrl-C Ctrl-X Ctrl-V 来进行操作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了右键 或者这里边呢 来完成相同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 是我们幻灯片设计里边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式 在这里可以进行设置 其他的这些位置 那么比较类似于呢 我们的这个Word里边的界面 因为呢 在这个Office套件里边呢 它的这些界面呢 基本上是比较相似的 这样呢 可以使得呢 这几款软件之间呢 可以做一个平滑的过渡 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 相对也比较熟悉 这部分呢 是对于我们的字体相关的设置 而这边呢 是对于呢 相关段落 这里边呢 主要的设置呢 包括呢 我们要画一些呢 这个自定义的一个形状 比方说巨型啊 软型啊 然后呢 在自己组织成的 组合成的相应的一些 简单的图片 就可以在这里边来进行 那么这个呢 是进行了一些 幻灯片上 这个相应元素的一个排列 真的是我们在开始的 这个选项卡里 然后插入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幻灯片 能够呢 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媒体元素 那么都是呢 通过插入这个选项卡里呢 分门别类的 插入到当前的幻灯片里边的 然后呢 后边呢 我们还会用到呢 当幻灯片进行切换的时候 每页和每页之间的相应的切换效果 以及呢 相应页面上 进行呢 动画的设置 一些呢 呃元素 呃一些呢 幻灯片上元素的进入 退出 强调 呃这个呢 相应的这个效果设置呢 是在这里的 除了呢 这些呢 经典的插 呃就是呃元素的进入 呃退出 还有呢 强调 那么另外呢 你也可以呢 通过路径制作 呃描述一些呢 简单的动画效果 呃非常的好用 那么接下来呢 是在幻灯片放映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些呢 简单的放映设置 可以呢 在这个选项卡里完成 呃 然后呢 在视图这个选项卡里 对于我们的这个幻灯片 它可以呢 提供这个 给制作者不同的视角 来看待呢 当前的幻灯片 还在这个里边呢 是包括呢 丰富的几种呢 视图的一个选项 选项按钮 那么这呢 是在顶层的 这个选项卡里 啊 一些呢 呃 长能够呢 用到的这个功能 那么在这个左侧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每一页呢 以一个缩略图的方式 能够看到它一个缩略 你可以以幻灯片的方式 或者是以大纲的方式呢 看到的这个缩略图 那么我们在每次编辑处理的时候 那么主要呢 是在这个区域内 来完成呢 呃 这些呢 相应的文字 以及呢 外部元素的插入 那么每一个 这样的一个虚线框呢 我们称之为呢 是一个站位符 那么通过站位符 那我们可以呢 加入文本 那么像这种版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些不同的 呃 图标 来实现 你像表格 然后图形 Excel图形 啊 声音啊 图片啊 等等这些文件的插入 那么这呢 是呃 中央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区 下面呢 还有一个呢 备注操作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这个呃 使用者啊 幻灯片的播放者来讲 那么他可以呢 在这地方呢 加一些 对于当前这个幻灯片的提示 啊 一些说明 可以呢 有这个备注 那么下面的这一行呢 就是我们的状态栏了 对吧 那么状态栏的前端 显示着我们 关于 呃 这个 这个幻灯 呃 这个也是文稿文件的一些 页码 页数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平常呢 主要呢 会用到这里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视图的切换模式 呃 还有呢 这个一个放大缩小的 这个效果 还真的是 这个主要的界面 2010 那么在这个 呃 2003的界面上呢 基本上呢 这个内容的排布呢 大致是相似的 只不过呢 在03的话呢 它沿用着 这个下拉式菜单的 这种风格 那么可以呢 在相应的菜单中呢 对这个演示文稿里边的 幻灯片页面呢 进行相关的操作 那么呃 在这个常用的 浮动面 浮动工具栏格式 还有绘图工具栏里头呢 也可以完成的相应的格式 以及呢 像这些呢 呃 自己选图形啊 还有去剪贴画啊 这些外部文件的插入 啊 同样呢 在这个主要的 这个工作界面上 那么在每一个 幻灯片页面上 呃 依据呢 你所选的版式不一样 它会出现呢 相关的一些 这个站位服务 可以在里面呢 加入呢 相关的这些内容 好就是呢 一个界面的 简单的介绍 下面呢 我们来看 那么要新建演示文稿 那么可以用到一个方法 呃 第一个呢 常用的呢 就是我们从空白的幻灯片开始 根据你自己制作的要求 来将相应的内容呢 一页一页的呢 添加上去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软件里边呢 它包含一些主题元素 啊 你可以呢 通过呢 呃 引用这些主题 或者是呢 有一些样本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呃 进行的相应的修改 然后呢 得到呢 自己自定义的这个 幻灯片的这个软件 呃 幻灯片的这个文件啊 这是呢 几种方法 好 我们先来看 那么在2010的这个软件中呢 那我们打开的这个文件审相卡里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会出现的新件 当你呢 单击以后呢 那么它会以 这样的一些图标的方式呢 出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空白的 空白文稿的方式 出现了一张 空白的这个 幻灯片 然后呢 依次的进行操作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能看到这些 模板 还有呢 相关的主题 那么我们也可以呢 在office.com上呢 下载了更多的一些 可用的模板 那么有了一些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呢 然后呢 完成了自定义的一些 模板的 这个幻灯片的制作 那就是呢 2010的界面 那么在我们03的界面下 那么可以呢 使用文件菜单里边的 新件这个菜单项 那当然呢 在我们的快捷工具栏上呢 也会有新件的 这样一个按钮 那么可以呢 新件的我们的 幻灯片文件 当我们呢 是通过菜单项来 进行文件新件的话 紧接着呢 会在呢 主操作区的右侧 出现的 这样一个任务窗格 那么你可以呢 点击这些超级链接 那么使得呢 你能够呢 通过呢 像空白的演示文稿 还有呢 模板 或者是呢 这个提示向导的方式呢 来创建你自己的幻灯片 如果呢 我们是单击呢 这个快捷工具栏上的 这个按钮的话呢 那么也会呢 在右侧呢 出现呢 就是这个板式的 这样一个 任务窗格 那么可以呢 选择了不同的板式 来创建的 像的幻灯片 操作方法呢 稍微呢 有一点差异 注意区别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当我们呢 新件 新件 比方说我们通过呢 新件控拔文档的方式 来创建我们的幻灯片 文件的话呢 那么它里边呢 事实上呢 是只有一张幻灯片的 演示文稿文件里 只有一张 那么因为我们的文件呢 可能要展示很多页 对吧 新增页面 或者是呢 在编辑的过程中 有一些页面呢 需要删掉 就是涉及到呢 相应的增删 增删的话呢 那么可以呢 有相应的这个菜单 或者是选项卡 来完成操作 那么也可以呢 利用比较方便的 这个鼠标右键 在当前的这个幻灯片上 点击鼠标右键 那么它会出现呢 增加和相应的删除 当然这里呢 需要大家特别记住的 就是呢 我们要用的这个快捷键 如果需要增加的话 我们是用的是 Ctrl加M 如果是要删除的话 那么在键盘上呢 有一个Delete键 我们直接呢 就可以呢 通过按这个键 来把呢 选定的这些幻灯片 一个或者是几个 进行删除了 嗯 那么下面呢 是我们可以呢 在2010的这个面板下 如果是要增加的话 那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就刚才谈到的这个位置 通过呢 这里头 可以呢 新键 当你点击这个小按钮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呢 相应的这些板式 你可以根据的要求呢 去选择这个板式 啊 不同的板式 来插入到你当前的这个 哦 验尸文稿里边啊 这是呢 2010的 它的一种方式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呢 宽灯片提供的这个 书图方式 呃 那么宽灯片呢 所提供的 试图方式呢 因为这样几种 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这种 普通试图 也是我们在编辑状况下 编辑幻灯片的时候要用到的 那么还有一种的叫 浏览试图 放映试图 阅读试图 模板试图和 备注试图 那么在我们2010的面板下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试图选项卡里 看到这完整的几种 试图的按钮 是在这里的 那么当然呢 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界面下 在右侧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相应的 列举在旁边的这个按钮 那么在这里头呢 它没有呢 这么完全 只用 只列举了 常用的这个 常用的这个四种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呢 考试的时候呢 经常就会考到 这是 什么试图 对吧 这是什么试图 所以呢 要把这几种 试图的图标呢 给记住 对吧 普通试图 浏览试图 阅读试图 还有放映试图 那么因为这里头不是很全 如果呢 用到呢 完全的像幻灯片 像这个模板试图的话 那你就只能呢 在这个试图选项卡里 再去呢 打开相应的 这些功能了 那就是呢 在2010下 那么在2003下呢 同样也是 如果呢 我们需要呢 用菜单项的话呢 那么它会有这个 试图菜单 里边呢 有这些呢 相应的试图 这个菜单项命令 对吧 那么在右下侧 也会呢 有 这个呢 图标 小图标 小图标按钮的方式呢 来看到这几种 不同的试图方式 这个图标的样式呢 基本一致 基本一致 就是呢 试图的这个 选择试图的 不同的位置 下面呢 我们着重的描述一下 这几种试图的差别 这也是考试的时候呢 它会 它可能会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问你呢 需要选择什么样的试图 首先看第一种试图 我们刚才已经 简单的说了一下 就是呢 我们的普通试图 就是呢 我们打开 我们新建了 一个幻灯片文件的时候呢 默认呢 它处在的一个试图 默认处在的 这个试图模式 那么它是呢 可以呢 在这个下面呢 进行的相应的 这个编辑 各种各样的编辑操作 那么都在呢 这个普通试图下呢 完成 下面呢 是我们的这个 编辑试图下 看到的这个情况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打开了 这个左侧的列表 还能够呢 以缩列的方式 或者大纲的方式呢 看到相关的一些 幻灯片页面 那么在这个呢 主窗口下呢 就看到的是 当前的这个页面 在这些不同的站位幅上 如果你输入箱的内容呢 它会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那这是呢 我们的普通试图 第二种试图呢 就是叫做浏览 浏览呢 它主要在什么时候用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 想看到呢 所有的 这个文件 这个PPT 或者PPT PPTX文件中 所有的这些 幻灯片 幻灯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了 这个浏览试图 切换的浏览试图 那么每个幻灯片呢 都会呢 以缩略的方式呢 呈现出来 那么并且呢 在幻灯片的 相关的位置上呢 可以呢 看到呢 它的这个 印码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对吧 那么在这种方式下呢 主要呢 是我们在幻灯片 如果呢 要进行呢 整体的组织排列 或者添加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用这种试图方式呢 是比较 方便的 但是呢 因为呢 它是呢 看到呢 全部这个 幻灯片的这个缩略 那么所以呢 你要是要对某一个 幻灯片内容 要进行修改的话呢 这个呢 它是做不到的 真的是我们的 缩略方式下 你看到呢 现在呢 这个幻灯片 一共是有三张 对吧 缩略方式下 一二三 对吧 都能看见它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头呢 进行主标拖动 调整次序啊 或者是呢 某一些呢 要删除 这个呢 都可以很方便的来操作 就是呢 浏览试图 下面呢 是放映 放映的时候呢 就是呢 我们要把这个做好了 然后呢 向观众放映了 这个时候呢 用到的就是我们的 放映试图 放映试图的话呢 那么默认的话呢 你可以呢 把整个的幻灯片页面呢 充满计算机的屏幕 可以呢 看到呢 你在编辑的时候呢 所设定的 你设定的一些图形啊 文字啊 包括呢 它增加的这些动画 切换效果 都可以在放映的时候呢 很好的展现出来 那么在普通试图下 那么它是一个静态的状态 浏览试图上呢 它是看不到内容的 只能看到一个 全局的这个幻灯片的 这个排列次序 这样的一个 所以呢 它的差别呢 是非常大的 下面呢 还有呢 就是呢 阅读试图 阅读试图的话呢 那么我们呢 可以呢 以这样一个窗口的方式 它还增加了相应的一些 控制件 对吧 可以呢 方便呢 你在呢 这些页面之间呢 就是在编辑审阅的时候呢 用到这种试图方式 下面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可能一般简单操作呢 比较少用的 就是模板式图 我们的一个 幻灯片文件的话呢 它可以呢 设置了自己 别具一格的 这个模板 也就是说呢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下面呢 是绿色的 里边呢 还有一些 水音的文字 这个边呢 会有一些相应的 这个装饰的 这些图案 对吧 我们风格呢 需要统一 这些呢 默认的时候呢 是一张白的 对吧 白底的这样一个 幻灯片 这些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模板 来进行的 统一的一个 风格的设置 这时候呢 你要对模板 进行操作 你用到的背景啊 颜色啊 字体啊 包括你上面的 这个 如果我们是 上面一个站位符 下面这个站位符 上面是一个 大标题的 下面是内容的 那么每个 站位符里头 文字呢 需要进行不同的设置 这个都可以在 模板里头呢 统一的进行设置 那么当你呢 在普通试图下 编辑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呢 沿用模板里的设置的 设置 工作起来呢 是比较高效的 这是呢 模板试图 模板试图 可以看到 这是标题 这边每一集呢 它都可以进行设置 对吧 还能看到呢 这些呢 相应的页角 数字区 你有一个整个的 风格的设计 就是呢 模板的试图 好 那么对于呢 这个备注页 那么也可以呢 进行了相关的设置 就是呢 在播放者 就演讲者 使用幻灯片的演讲者 他呢 能够呢 看到的这些 备注页 要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可以打开呢 备注页来进行设置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立体 第一个 PowerPoint 2003 这里呢 用到的是2003的版本 事实上呢 不管是哪个版本 对吧 作为PowerPoint 你要知道呢 它是一款 什么样的软件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进行的 演示文稿制作的 演示文稿制作的 好 下面 PowerPoint的主要的功能 功能的话呢 事实上呢 还是呢 针对呢 前面那个题 进行一个扩展 那么就是呢 用来呢 制作呢 这些幻灯片的 只不过是电脑上 使用的电子的幻灯片 对吧 以前的话呢 我们可能呢 是用相应的卡 然后呢 做好了 然后通过呢 投影仪呢 放出来 对吧 真的是电子格式的幻灯片 下面 要添加新的幻灯片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 什么快捷键 哎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 前面讲的时候呢 所提到的一些操作 我们都可以呢 在相应的选项卡 或者是一些菜单 里的菜单项完成 那么这个呢 另外需要记住的 就是它 常用操作的一些快捷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呢 插入新幻灯片的话 我们用到的快捷方式呢 是 Ctrl M 对吧 刚才呢 介绍过的 Ctrl M 这样呢 记清楚 好 再看一个题目 幻灯片中的站位符 站位符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刚才呢 在这个普通视图下 看见的那些带矿的 带那个虚线的矿 或者我们在呢 模板视图下呢 也能看见那些呢 带虚线的矿 那些呢 就叫做站位符 那么这个站位符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当然呢 就是用来呢 我们实现的 文字啊 图形啊 等等 给它一个位置 说明呢 如果你需要呢 增加新的内容 你可以呢 在那些相关的位置 进行插入 它是一个预留的一个位置 这个站位符的位置 它可以通过鼠标 或者上下键 左右键的进行拖动 移动 在整个一张幻灯片上停留的地方 停留的这个位置点 可以去调整 当然呢 也可以呢 按右键来对它的格式呢 做一个统一的设定 那么如果呢 在我们的这个板式里边呢 是选择了一个空白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站位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需要插入新的元素 那你可以呢 通过呢 比方说要插入文本的话呢 插入一个文本框 那么或者是通过插入菜单 把其他的图像啊 声音啊 这相关内容呢 插入到当前的这个 空白的页面上 这都是可以的 看你的板式选择 是什么样子的 有的板式里 它是没有站位符的 我们可以通过插入的方式 把相应的内容呢 插入进去 好 这是呢 站位符 下面呢 看一下这个 在Promport文件打开时 显示的界面是这样子的 那么现在 问你呢 这个视图类型 我们看一下呢 在这个里边 它只有三篇 或者是几篇 都无所谓 对吧 看的都是比较小的 一看呢 就不是呢 这个编辑的 就是正常的 这个普通视图下 它是一页一页出现的 对吧 它一下出来几篇 还有每一篇下面呢 它典型的 它都有这个页码 所以呢 这个很容易识别到 这就是我们的浏览视图 每一篇都出现 整个文档里 一共有多少篇 多少个环灯片页面 它都会出现 然后呢 你的页面如果多的话 仅局限在这个区域内 显示的话 页面越多 这个呢 可能显示的越小 对吧 这里头我们只有三张 这个显示的区域呢 足够大 所以每一页呢 显示的还是很大的 如果比方说 我们有六页的话 那可能呢 每一页呢 就显示的 就稍微小一些了 对吧 它就是一个缩略图 缩略图 好 接下来呢 第二节呢 我们来 简单的来 复习一下 或者是了解一下呢 关于呢 PowerPoint 在整个编辑制作中呢 需要呢 进行了一些操作 首先呢 主要设计的一些 排版操作 比方说 我们版式的修改 需要呢 插入或者是输入呢 相当的文本呢 以及其他的这些 外部的这些媒体 图形啊 图像啊 声音啊 视频 这都是我们在制作 制作一个换灯片 文稿 演示文稿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的一些元素 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操作 首先呢 第一个 对于呢 我们呢 每次呢 插入新的换灯片的时候 那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下呢 它是否呢 用到的某些格式 也就是说呢 你这张换灯片上呢 需要呈现一些信息 你不能像呢 写这个word文档一样 密密麻麻的排 排列起来 对吧 因为这个将来呢 是通过这个换灯 呢 就是这个投影仪呢 要把它呢 投影出来 那么起到呢 在演讲的时候呢 起到呢 一个提纲切领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上面的内容呢 不会呢 像文稿 文稿那样 很密密麻麻 只是一些呢 大的标题呀 或者是简效的描述 一些图片的呈现 等等 所以呢 在面板的安排上呢 首先一个问题呢 就是呢 它比较注意这个整洁 那么这个呢 每一个内容 它要放在 放置在哪里 这些呢 就要靠我们的这个版式来约定 比较整齐 比较整齐 那么版式的话呢 它会呢 规定相当的一些站位幅的位置 对吧 还有它排列的这个方式 排列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页面里边 比方说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两栏的版式 那么在页面中呢 我们决定了 现在呢 这个页面呢 需要一个标题 通过这个站位幅呢 就可以把标题呈现在那里 那么我们需要呢 呈现一些多媒体的信息 比方说在这面呢 我们呈现一个 这个Excel Excel的表格 我们可以在这儿说明 它表现的一些信息 比方说我们会通过一些图片 来进一步描述 那我们可以呢 把这两个信息呢 很整齐的排列在这个 呃 每一张的这个幻灯片上 这样呢 投影投出来以后呢 这个观众呢 看起来呢 也比较的舒适 比较舒服 也比较的简单明晰 哎 这是呢 我们版式的使用 那么要用到不同的版式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插入 插入新幻灯片的时候呢 就进行相关的设置 那么也可以呢 在这个格式里边 对于呢 幻灯片已有的一些版式 需要调整的话 可以呢 选择这些相关的命令的进行调整 那么在 Pump Hunter里头 它设置了好多种不同的版式 比方说呢 你仅仅的是 用这个当前的幻灯片 呈现一些文字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大标题和副标题的格式 也可以是大标题 还有内容 以及呢 刚才看到的两栏 横排竖排等等的不同的样式 对吧 那么如果你需要有 其他的一些外部的元素的话 那我们可以选择 内容版式里边的某一些 对吧 以这样的方式呢 去呈现 还是呢 两栏或者三栏 更多的 可以呢 把我们的元素呢 排列的比较整齐 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呢 在这个内容版式里边呢 有一个这个空白的 就是呢 上面没有占位符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没有这些占位符 那么你要呈现一些 自定义的 我希望呢 这上面的内容布局呢 是比较灵活的 我自己定义的 那么就可以选择呢 这样的一种版式了 这是唯一一种 没有占位符的一个版式 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是 在03下的这个界面 那么在2010下的话呢 我们会在呢 这个位置 来进行呢 版式的一些操作 它也是呢 会把这些版式 以缩列的方式 给你提供出来 你如果呢 应用到某一个页面上的话 那么就会能在当前的页面上呢 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占位符 同样呢 这里呢 也就是刚才所说到的一个 空白的 没有任何的占位符的 这样一种版式 好 那么在你选择了 相应的这个版式以后 在占位符里呢 就可以呢 根据呢 你选择版式的不同的情况 进行的这些文字啊 或者是呢 其他的媒体元素的 这个录入了 首先呢 如果呢 是要进行文本的输入的话 输入的话 那么我们呢 可以呢 在相应的这个文本的 站位符框里面呢 文本进行输入 如果我们选择的是那种 空白的 这种宽端片的话 那么就直接呢 通过插入 文本框的方式 是横排的 或者是竖排的 还进行了相关的 这个文本的输入 文本的输入 那么在03的界面下呢 它会呢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文本框 也是呢 选择水平或者垂直 来进行操作 好 下面呢 如果呢 要插入呢 图形对象的话 那么一种方式呢 就是呢 我们选择任意一种的 有内容版式的 有内容的这个 站位符的这种版式 然后呢 点击呢 这样一些小的按钮 那么你可以呢 进行呢 这个图形啊 等等 其他元素的 这个插入 那么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03的 这个界面下 然后呢 它有相关的这个菜单 插入 要插入图片 它可以选择呢 不同的图片的类型 有的是剪贴画 外部文件 还有我们自选图形 艺术字 这些呢 都是呢 比较常用的 还有呢 组织结构图 像一个矿图 都可以在这里呢 进行插入 下面呢 除了呢 这些图形的话 还有这些声音呢 视频 还是在刚才的 这个位置 只不过呢 是在这个按钮 点一下 它可以插入呢 外部的这些声音 和视频文件 那么在03下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位置 插入呢 影片 然后呢 相应的这个声音 注意比较一下呢 它不同 因为呢 我们在考试界面的时候呢 没有固定 到底是要用哪个版本 所以呢 大家以这两个 比较流行的版本呢 记住呢 它相应的这些 拆单呢 或者选项卡的 这个位置 好 下面呢 当我们呢 已经呢 把这个文档 你的这个 幻灯片呢 做好了以后呢 可能呢 会涉及到呢 调整一些次序 调整次序的话呢 它可以呢 在这个 普通视图下 在左侧 左侧的 这个窗格里边 它一定是呢 以这个 缩绝图 缩绝图的方式呢 呈现出来的 幻灯片 视图下 呈现出来的 这个进行的调整 通过鼠标 进行拖动 这个可以 那么当然呢 也可以呢 在切换到 浏览视图下 在这个 旁边这个 大的这个区域里头呢 进行的这个调整 这两种方式呢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下面呢 对于呢 我们的幻灯片 里边的这些内容 为了突出呢 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呢 进行相关的格式设定 别说文本 是否有字体 呃 字形 字号 颜色 对吧 这个设定 还有呢 图像 图形 你是否呢 有背景 或者是有边框 进行一些裁剪 等等的 都可以设定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整个 幻灯片 那么下面呢 可能呢 会有一些图片背景 或者一些纯的颜色的 或者过度的颜色 对这个幻灯片 整个呢 进行修饰 还都可以呢 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设定 呃 对于文本格式设定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相关的菜单里头 呃 对于呢 本身设计到的字体 段落呢 完成设置 那么也可以呢 呃 点点击呢 相关的这个文本框 或者是呢 站位服务 在右键里 它有这个格式的一个设定 打开呢 它相应的这些 对话框 完成了这些 不同的这个设置 不同的设置 使得我们的文本框 呃 站位服务呈现的信息呢 更加的丰富 丰富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 2010下 对于呢 这些呢 文字的相关的格式呢 进行设置 还加一些边框 或者呢 是整个的框呢 是进行填充 外观的效果 然后里边的那些效果 还都可以设置 这个呢 主要是对于呢 文字 可以呢 加上效果发光啊 或者是其他的投影啊 三维的效果 还都可以 然后呢 对于呢 整个的这些对象 我们可以呢 进行的调整 包括你的文本框的大小 对吧 这都是在2010界面下呢 可以呢 对于这些 呃文本框类的 或者是插入文本 文本的这些站位服务 进行一些格式的设定 下面呢 是对于呢 图像 图像的话呢 它也是呢 选中了这个图片 我想说可以按右键 把这个呢 对话框呢 显示出来 然后呢 可以呢 对它的这些 呃大小 颜色 对吧 呃 然后呢 进行呢 相关的一个设置 那么在我们的2010下呢 对于图像的 这个格式设置的话呢 它的功能呢 更加的丰富 对吧 你可以呢 对它的颜色 它的这个 对比度 啊 效果 都可以进行设置 加上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呢 也是呢 对于边框 哎 这个裁剪 都可以 还有这些旋转啊 对齐 都可以呢 进行一个设置 它就比 它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小型功能的 这个Photoshop的一个功能 融到了这个Prompont里头 对图片呢 进行设置 下面呢 是对于幻灯片整个的背景 背景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2010下 它有一个设计 这样一个选项卡里 这样呢 融纳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主题 可以呢 设计 它包括呢 在这个幻灯片文件里 如果选择了 比方说这一种主题的话 它对于它的文字 还有超级链接等等呢 不同的这些元素 它都有一个统一的设定 那么当然呢 你也可以呢 去自己去进行一个设置 对吧 在这儿呢 有这个背景 还自己去设定 某一个幻灯片呢 特殊的要选的 什么的背景 那么下面这个呢 是我们在2003下 看到的 那么可以呢 通过这些菜单像 来完成呢 它的这个背景啊 等个幻灯片 这个整体的风格 主题的一个设计 还有这个菜单像 可以设置 下面呢 在幻灯片演示的时候呢 为了突出呢 它的一个效果 使得呢 观众体验呢 更加生动 我们通常呢 会加一些适当的动画 动画呢 只能说呢 稍微适当 如果呢 在一个界面上呢 用到的这个动画的效果 太多 太烦的话呢 这呢 也不是呢 特别合适 让人会觉得呢 注重了一个效果 而没有了实际的内容 那么在进行动画设置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确定 在当前幻灯片上 哪些元素呢 要实施动画 对吧 要把这个动画的效果呢 添加上去 添加上去 普通的一些站位服务 要进行呢 进入 还有推出 或者进行强调 这个呢 都可以进行对话 对话的设置 或者说 要实现一些简单的 这个运动 运动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可以用路径设置来实现 下面呢 除了呢 添加动画效果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在页面上呢 添加这个动作按钮 比方说呢 幻灯片页面的切换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 在演示的时候 通过鼠标 或者键盘上相关的键来控制 那么也可以呢 比方说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安置相对的这个按钮 对吧 向下翻页 或者向上翻页 或者回到主页 这个呢 叫动作按钮 动作按钮 那么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呢 我们呢 设好了这个动画 也可以呢 进行这个次序的调整 以及呢 在播放的时候呢 添加一些相关的播放信息 还有页面和页面之间切换的时候 突出效果 也可以呢 添加一些相应的切换效果 这都是我们在动画设置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个操作 那么在进行动画设置的时候 那么在2010界面下 它会有这个动画选项卡 那么你可以呢 进行呢 相关的这个动画的设计 动画的设计 然后呢 添加新的动画的时候 我们要打开这个动画窗格 把每一个相关的元素 要增加的动画内容 一个一个添加进去 添加进去 那么可以呢 设置动画播放的时候 它的触发方式 是单击的时候播放 还是呢 与上一个动画片同时 还是在上一个动画片播完以后 再播本 现在的这个动画 都可以进行的有效的一个设置 还可以设置呢 一个效果 它持续的时间 对吧 这都是呢 可以呢 进行的这个 个性化 自定义的这个动画的设置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03下的话呢 它会有这样的一些 相应的菜单 菜单命令 然后呢 来进行操作 这是我们打开 这个动画窗格以后 看到的每一个相关的设置 它会呢 把这个设置的内容呢 在这里呢 呈现一下 这个呢 是进入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效果 对吧 这是我们的延时 那么在这个动画窗格里头呢 如果要操作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鼠标就拖动 比方说 现在这个时间比较短 我们希望它动画播放的时间长一些 可以进行呢 调整 调整 在动画窗格里呢 可以呢 进行当前动画的一个播放 也可以呢 在这里呢 通过这些箭头来调整 它信仰率的次序 这都是呢 在动画窗格里 可以呢 直接的进行操作的 下面呢 对于呢 幻灯片放映的时候 可以呢 设置一些放映的方式 或者是效果 在我们2010下 幻灯片放映 这样一个选顿卡里头呢 可以完成时间 然后呢 进行呢 这个 幻灯片放映的方式 是从当前 还是从一开始就放 对吧 是不是需要使用一些计时 这个呢 都可以进行丰富的一个设定 那么最后呢 幻灯片呢 制作完以后呢 进行文件保存 那么一般呢 我们是会呢 在这个计算机上 配合的投影影 直接呢 播放出来 使用就可以了 当然呢 也有的时候呢 需要呢 把这个相关的幻灯片呢 打印出来 发放给这个 听讲的 这个观众 使得呢 他们能够呢 比较明晰 这个演讲者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内容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呢 给他呢 进行一个打印 打印的时候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 开始 在这个地方 有相关的一些 打印的选项 当然呢 这个幻灯片文件保存 那么默认在03 包括以下的是PPT 然后呢 在07 包括10 以上呢 都是PPTX 那么这个文件呢 只能是说 你的机器上呢 安装有相关的 PowerPoint的 PowerPoint的这个软件 它才可以呢 进行的播放使用 那么我们为了 平常使用方便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 给它进行打包 对吧 让它呢 脱离开这个环境呢 我们也可以呢 进行了相关的 这个播放使用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呢 进行相关的 这些呢 打包 打包的这个操作 好 那么这时呢 我们在幻灯片的编辑 上面呢 会经常碰到的一些操作 下面呢 我们仍然呢 是来看一些题目 在空白的幻灯片 注意 空白 空白的话呢 又就是说 这个幻灯片里 没有任何的站位服务 对吧 那么不可以直接插入什么 文本框 艺术字 word表格 这都属于的外部对象 我们都可以通过插入 选项卡 或者是插入这个菜单 相关的这个功能 把这些需要的内容插入 那么文字的话 文字的话 它是要借助文本框 或者是你有版式里边 有相应的输入文本的 这些站位服务 它才能够呢 进行输入的 那么在空白的页面上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个文本呢 是不可以直接进去的 这是需要注意的 好 下面 在呈现幻灯片时 有两张幻灯片的顺序 颠倒了 这时候呢 我们要调整一下顺序 那么应该呢 用什么样的视图呢 我们说呢 在这里头呈现的 选择项里边呢 只有大纲视图 幻灯片视图 这个放映视图 浏览视图 现在呢 要调整顺序的话 那么我们呢 是选择呢 这个D 就是我们的浏览视图下 它把所有的呢 都呈现出来 你可以很轻松的调整 那么当然我们前面 也说过了 你可以呢 在普通视图下 在它的这个左侧 它有一个呢 任务窗格 对吧 它是选择呢 幻灯片方式下呢 也可以进行调整 也可以调整 那么这里呢 主要是用视图 视图的话 我们就是在呢 浏览视图下 更加方便调整 好 在Pompound上 为了让海归 按照如图所示的路径 进行运动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呢 这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外部的图片 对吧 它在播放的时候呢 希望它按这个路径 从这里呢 到这里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进行动画设置的时候呢 用到的路径 我们通过运动路径的设置 你自己呢 可以画一些直线 或者是能曲线 设定的这个目标 它运动的方式 当你呢 播放动画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呢 进行了这样一个 简单的动画效果的一个体现了 这是呢 我们采取的这个运动路径的方式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第六章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一章呢 没有什么呢 比较难懂的这个理论的知识 平常呢 主要是注意一个操作 那么操作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个总结 一个呢 就是呢 板式 这个不同的板式 一定要注意 还有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在进行一些 基本的这些元素的插入的时候 插入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呢 一些插入的方式 不同的这个版本下 要注意比较 它的这个位置不是太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视图 板式和视图呢 我们已经呢 在以往的这个真题中呢 多次出现了 所以希望呢 大家呢 格外注意一下 那么其他的 具体的设计和放映 就是我们平常操作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操作的方式的一个总结 出出来题目的话 能够辨别出来 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章的介绍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